我们现在开始上的内容叫做PH值 PH值就是要来表示一个容易酸减程度的一个指标 我们要先跟你讲说水其实是会解离的 水会解离出自氢离子跟氢氧根 但它是一个弱电解值 所以它解离出来的离子很少 所以很不容易导电 我们国中就说它不导电 或者是说很难导电 不易导电 纯水的话 这是它的解离方程式 水会解离出清离子跟氢氧根 请你记住它的解离方程式 水会解离出清离子跟氢氧根 就是要请你背的它的方程式 然后这个解离的程度是跟温度有关系 温度有关系 如果温度越高解离程度越大 不过基本上你只要知道这件事情 考试就考你说温度高解离程度大概可以了 我们基本上不学别的 我们只学一种状况 就是25度C的状况 我们所谓的常温常压 25度C大气压 它的解离程度是清离子的墨浓度 等于氢氧根离子的墨浓度 等于10的负7次方大M 负7次方 前面讲过了这个中括号 就是代表墨浓度的意思 所以我们基本上只考这个 你要背下来 背 25度C的时候 水的解离程度是 清离子的墨浓度 等于氢氧根离子的墨浓度 等于10的负7次方大M 这是你要背的 所以刚才有一个解离方程是要背 这里有一个解离的程度要背 单回还有一个要背 就是这个 清离子的墨浓度 跟氢氧根离子的墨浓度 会保持一个平衡状态 成绩是一个定值 刚才讲过了 两个25度C 两个都是10的负7 所以我们就是 10的负14次方大M 这个是任何水溶液都是这个状态 不管这个水溶液是酸性 碱性还是中性 它都是维持这个平衡状态 这个数字 其实跟我们未来下一个部分要教的 化学平衡的内容有关 但是我们国中不提到这件事 我们把它忘掉 高中才会特别讲 那个化学平衡要怎么平衡 我们国中只介绍了这个平衡 而且没有把它两个连在一块 你就背就对了 背 25度C的时候 任何水溶液 不管酸性 中性 还是碱性 它们的氢离子的墨浓度 跟氢氧跟离子的墨浓度 相乘 等于10的负14次方大M平方 这是你要背的事情 那么于是乎 就有接下来的状况了 好 所以25度C的纯水 或者是所谓的中性溶液 这两个氢离子墨浓度 跟氢氧跟离子墨浓度 都是10的负7 但是我们前面学过了 我们前面学过 酸会解离出什么离子 氢离子 解离出什么离子 氢氧根 所以在酸性当中 你多解离了一些氢离子 所以氢离子的浓度就会变多 碱性溶液当中 会解离出一些氢氧根 所以氢氧根的浓度都会变多 但是不管谁多 都会维持刚才的平等状态 叫做相乘等于10的负14次方 14次方大M平方 因此我们就晓得 因为酸会氢离子多一点 碱会氢氧根多一点 不管谁多 都会相乘等于10的负14次方 但平方于是乎 我们就可以把他当作一个指标 如果氢离子的浓度比10的负7次方大 就是有人多解离出 氢离子 这叫什么性 酸性 如果 他就正好等于10的负7 就是没有人多解离出 氢离子 它叫什么性 中性 如果你的腹7次方要小 表示有人多解离出 氢氧根 氢氧根多 所以氢离子浓度会怎样 少 现在是什么性 碱性 于是你就看出来一件事了 原来我的氢离子浓度 可以作为一个指标 对不对 氢是它的酸性或中性或者简性 所以氢离子可以当作一个指标 当然你也可以用氢氧根当指标 不过我们现在的习惯上 是用氢离子浓度当作我们的指标 好 那我们怎么做 我们就这样做 氢离子浓度等于10的负pH次方大M 这个东西呢 负pH就叫指数 数学应该有交 然后呢 我们会开一个对数log 那个高中产位交 所以我们国中基本上 我们不会做太复杂的计算 我们一定是10的负1 10的负2 10的负3 那负1是多少 pH是多少 1 负3多少 负3是3 我们这样做 那比较麻烦的人的高中以后再来处理 所以我们就是氢离子浓度 用10的负pH次方 因为大家都是氢离子浓度 大家都10的负几 所以省事 10就不要写了 负也不要写了 就PH次方就好了 还表示 所以根据刚才的定义 我们就晓得 酸性容易 氢离子浓度大于10的负7 负5 负4负3 所以就是PH次方怎么样 小于7 小于7 那么如果中性呢 就等于10的负7 PH次方就等于7 那简性呢 负比值小于10的负7 负8负9负10 所以就负比就怎么样 大于7 所以这就是我们用来表示一个酸减性的方法 以后看到 PH次如果小于7有什么性 酸性 等于7有什么性 中性 大于7什么性 简性 然后你要特别再注意 原来PH次的大小跟气浓度大小是相反的 气浓度比较大 大于10的负7 PH次比较怎样 小 PH次 比较大 大于7 气浓度怎么样 比较小 这两个是情况是相反 相反到PH次 用来代表我们的酸减性的 所以呢我们就知道PH次越小就代表气浓度越大 就代表是越酸 PH次越大就代表气浓度越小就代表是越减 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 我们用PH次来表示一个容易的酸减的程度 PH次越小就越酸 表示气浓度越大 PH次越大就代表是越减 表示气浓度就会越小 越小就是我们的酸减值跟PH次 那么这里有个常见容易的PH次 你稍微看一下 硫酸酸还是酸啊 胃也是酸啊 没有问题 但是有一些东西可能会弄错 第一个是尿 尿其实是酸的 虽然传说什么被蚊虫什么钉到 可以拿尿涂涂涂 有减啊成分啊酸减什么 但是整个家里它是什么性的 酸的 然后牛奶有一点点偏酸 然后纯水中心血液有一点点减 有一种喜欢提倡吃素的说法是说 人的血液应该是要减性的 可是肉是它都会偏酸 所以身体就不好 OK 然后海水基本上也是偏减的 这些东西可能会弄错 所以请你看一眼 看一眼 然后了解一下 常见容易的一些PH值 OK 有问题吗 没有 谢谢大家